香港富豪李嘉誠日前再度拋售北京和上海的資產 總價值約500億人民幣 有知情人士透露 目前中國房地產業十分不景氣 願意接手上述資產的房企不多 傳聞 融創中國有意接手 大陸財經網9月4日披露 李嘉誠之子李澤聚旗下的常識集團 有意出售北京市朝陽區易淬源二期項目 和上海普陀區高尚領域兩個綜合體項目 今年以來 中美關係全面轉向 進入新冷戰態勢 中共遭全球圍堵內外交控 經濟蕭條 房地產業界也面臨債務危機 截至目前已有超過500家房企破產 中共監管層為防止房地產泡沫破裂 近日對房企的融資負債情況推出三條紅線 即 房企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 不得大於70% 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 現金短債比不小於1 據知情人士透露 受三條紅線影響 願意接手常識集團上述 兩處資產的中國房企並不多 傳聞 融創中國有意接手 不過 融創中國相關人士表示 尚不清楚公司最近是否有大型收購行動 李嘉誠憑藉其敏銳的洞察力 在商界風生水起 成為香港首富 他是最早進軍大陸房地產業界的港商 曾經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座上兵 但從2013年以來 李嘉誠與北京漸行漸遠 開始大舉拋售大陸及香港資產 套現超千億人民幣轉移到歐洲 在大舉出售資產的同時 李嘉誠在英國大手筆投資 涵蓋供水供電 天然氣輸送 鐵路 通訊 零售等多個領域 據不完全統計 李嘉誠家族控制著英國超過40%的電信市場 約1 4分的電力封銷市場 近三成的天然氣供應市場 近三分之一的碼頭等 今年6月底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 英國宣布為約300萬港人提供定居入籍途徑 李嘉誠則計劃投資約10億英鎊 約91億人民幣打造英國的香港城 而且已獲得英國政府批准 今年6月 長石旗下合計黃埔地產位於英國的超級房地產項目 Convoy's Worth獲得英國政府通過 該項目位於倫敦泰晤士河附近 臨近還有新世界的Greenwich 及新鴻基地產的Mihabal-Krater 港資房產林立 猶如一個港資社區 去年香港爆發反送中抗爭運動 遭中共當局殘酷打壓 李嘉誠同情香港年輕的抗爭者 呼籲執政者能夠對未來主人溫網開一面 遭到中共黨媒批評 李嘉誠淡淡回應說 早已習慣於莫須有的指責 評論人士文小剛曾表示 當初很多人對李嘉誠在大陸房地產高峰時 賣出大陸物業感到不解 之後人們紛紛佩服李嘉誠眼光老道 隨後人們又對李嘉誠拋售香港物業疑惑 現在看到中共把香港搞成這個樣子 人們再次對李嘉誠表示欽佩 網絡上流傳一個經典笑話 說王健林 馬化騰 馬雲 劉強東 許家印 潘石器 李嘉誠等富豪賽跑 大家嘲笑說 90歲的李嘉誠肯定跑得最慢 不料李嘉誠卻跑了第一名 眾富豪大禍不解 李嘉誠笑道 誰讓你們聽見槍聲才跑 了 付獄 誰讓你張開 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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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